來看一下這八位啊 我們來看看這個個別有誰好了 第一個這個左上角 這個黃色是李宰賀 也是拿過那個冠軍過的 然後再來是黑色這個陳冰 然後第三個紅色是這個飄人秀 這不是我們他的勝率啊 這是粉絲的這個投票數 然後白色這叫金茶人是上季的冠軍 然後紫色這是林玄秀是不是 這是朴璇秀 然後再來是這個 朴璇秀是這個豹哥的隊友 那再是綠色的是李明仔 然後再是我們豹哥劉場和尼歐 最後是柳昌賢也是冠軍哥啊 這一組太狂了超多冠軍 不管是個人還是冠軍都在這一組 我們的豹哥劉場亨 豹哥這一次他用的是藍色的噴擊 尼歐劉場亨選手 唉唷今天沒有做什麼高調的動作啊 今天看起來狀況不錯啊 這個狀態看起來應該是不錯的 第一張 喔這張星圖啊 這張是那個風之谷的那個 哭啊 從來忘記叫什麼 這張風之谷的星圖 這張我跑過兩圈的一張賽道 夢都 對對對夢都夢都 好出發 我們看一下目前黑色的這個 目前是黑色的領先 鮑哥在第二 鮑哥緊跟在後啊 好看一下這邊鮑哥現在追著前面的這個陳冰 陳冰目前在第一 一名那這邊看到鮑哥很快鮑哥已經在後面了 這邊 準備要爆發尾流 這邊來到一個捷徑區 兩邊通過鮑哥這邊很漂亮 直接要到第一名 但是這個陳冰跟緊跟在後 非常近 那這邊這個內線鮑哥能不能守住呢 後面的攻勢 好繼續拖繼續拖 哇鮑哥這路線拉開了一點點距離 那這邊角出了自己超越 不要受限 但是鮑哥被彈到外面了 哇跟這個黑色的層邊兩個人是死在外面 一起死在外面 哇那這樣的話 兩個人要追的話就辛苦了 哇鮑哥這邊要再加油一下 然後我看到紅色是人秀目前在第一名 那綠色是這個新秀林宅 那白色這個是這個金茶園 目前也在中間 哇鮑哥這邊要再加把勁 看能不能在哪個第六 但是看小地圖來講好像還有機會啊 這個距離兩個人還很近 那就看能不能再上來了 好我來看看目前第一次茶園 啊紅色人秀 這邊很擠啊 全舞台車擠在一起 看看這邊前面 要打架了嗎 會不會爆炸 白色這個茶園 綠色 人秀 掉到第六 哇這邊打架 這邊有沒有機會鮑哥他們上來 好這邊要準備飛入終點了 我們看看第一名是金茶園 第二是人秀 那第三名是這個玄秀 啊鮑哥這邊可惜是沒拿到分啊 哇還被扣一分 哇鮑哥這場有點悶啊 好不 他剛剛其實第一圈飛出去的時候 是拿下第一 但是跟 呃成斌是兩個撞一起 直接炸開 那這邊有點可惜了 是沒有 是沒有拿下分數了 我們這邊還是要替鮑哥加油啊 不過第一場還好啦 第一場第一場而已 這個刀劍野外修訂館 這個刀劍野外修訂館 來我們來看他出發 我們看到鮑哥在最右邊 然後這邊出發他比較有多空間 可以做自己的甩尾 然後這邊 開出去的是白色的金茶園 哇鮑哥這是怎樣 是被害到嗎 剛剛沒有注意到 回到畫面的時候鮑哥死在牆壁上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邊 茶園 目前來到第一名 你今天的狀況很好欸 你已經拿了一張守衛了 這是上屆的冠軍哥啊 這實力也是非常強的 好 看到這邊 好 鮑哥目前還在小地圖的進攻範圍內 所以不用太擔心 第二圈應該可以上得來 那看他目前是鮑哥隊友 仁秀 仁秀在第一 那第二名是這個 鮑仔 跟這個紫色的玄秀 好看到這邊 然後兩個隊友 連線了 紅色紫色 自己人啊 不要打啊 但他們不知道 然後這邊你看七台車 幾乎都在同一個畫面 然後鮑哥已經慢慢追上來了 那這邊黃色的是 宰赫 目前戰區第一 好來喔 看到鮑哥的視角 有有有 上來了 第六了 那這邊追得很近 這邊的路線 哇被害到 撞到人家直接斷胎 又掉了下來 那這邊鮑哥 再加油一下 那我們看中間前半段 是黃色的 宰赫目前戰區第一 然後看看紫色這邊 綠色這一台 新秀感覺要做進攻了 這邊在 角速自己的超越嗎 還沒 欸 撞到機關 哇 三台掉到鮑哥這邊 有機會往上追 應該是可以拿個 第七不第六吧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 目前第一第二第三都確定 我們看報告最後的名次是第六 還好有再往前一個名次啊 那這邊至少還有一分進場 我們看一下 壽司 哈 這張賽道也是很刺激啊 兩圈的地圖 一分三十六秒 這是不知道誰的紀錄 非常快啊 好出發 我們看到這邊起步 目前是有這個星秀 目前在第一名 然後看到這邊 宰賀 哎呦這個角超越 彈到牆壁 有點痛啊 那這邊看看報告的 名次在第七 好繼續看一下 前面這個黑色的 陳斌目前 來到第一 第二是橘色的這個 橘色是誰啊 橘色是這個柳昌賢 剛剛比較少在前面 好看一下這邊 好繼續看一下 這個是人秀的視角 紅色是人秀 然後這邊做一個進攻 喔超越 前面有一個失誤 然後帶到了一下 那這邊四個選手 都有一點 受到速度都有一點影響 看到這邊 左邊就跳台 跳過去 準備要過這節徑 會不會角速超越 之後這個節徑 全部都角出來 漂亮 三個全部都通過 沒有人失誤 好這邊再繼續拖 嗚喔這邊很危險 好這邊再繼續拖 前三名的目前的這個距離都還很近啊 還有鮑哥這邊 哇鮑哥的名次有點危險 在第八 喔這邊 小心這個火車 哇全部躲開 前面這個茶園完全沒有給後方機會啊 這個領跑的速度非常快 但後面的陳兵 剛剛有 狀況非常好 陳兵能不能擊殺掉這個茶園 有沒有看到這邊 仁秀這個位置還在等待 前面在做進攻 這邊吸了一個尾流 往上進攻 這邊還在拖喔 這邊還有辦法過呢 好拖下來 還在扣 超越都沒有繳 全部繳了 哇 這邊被害到 這邊反而是陳兵 來到第一名 哇 劉昌賢趕快來補到第二 這邊中了一下 哇鮑哥這邊來到第六 從第八來到第六 這邊還好有在上來 拿個一分 好我們來看第四章 月光水深1分27秒 895 來來來 看一下 出發 好鮑哥要再加油一下 目前總積分啦 你看這樣分數很平均喔 橘色的這個柳昌賢15分 然後跟這個白色的金茶園 是同分的 那第二名或第三名是14分 這個黃色的 那其實鮑哥雖然目前是最後 但是其實分差沒有拉太大 所以這邊還是有機會 我們看到鮑哥現在來到第一名 所以這是鮑哥要趕快補分的好時機 衝啊鮑哥加油 好我們來看第二 先茶園不要 茶園 你分數夠了 不要 彩賢不要 陳兵不要 給鮑哥機會 加油鮑哥 鮑哥這邊有點失誤 但是趕快救了回來 哇這個救車很快 反而害到後面的陳兵 這邊是有點干擾到 我們看到這邊橘色的蒼昌 跟在鮑哥的後面 這已經過了六光水晨第二圈 好繼續看 看他這邊比賽 所有車都非常接近 我們看到黃色的選手非常拚啊 載賀這邊很兇啊 好這邊加個雙甩 有人先繳了超越 鮑哥也繳了 兩邊是沒有超越的 那後面第三名 你可以看到這個載賀超越是直接扣門 所以這邊的變數應該就會是這個 這個載賀了 來看看鮑哥能不能守住 這一款超級長的超越 鮑哥撐著啊 欸你繳出超越了 鮑哥這邊有機會第一名 這個什麼問題掉下來 鮑哥這個第一名 絕對沒有問題 水啦 拿下十分 可以可以可以 哇我真的超怕後面這一款 超越直接把鮑哥後面衝飛啊 這邊不錯鮑哥成功守住第一 讚啦讚啦 第一圈感覺鮑哥有點陡 但第二圈我感覺鮑哥路線是非常穩的 鮑哥選擇圖 因為這個比賽是勝者選擇 那我們看到鮑哥可以拿出他拿手的好圖了 然後看到這張圖是什麼 喔海盜的祕寶 鮑哥的王圖 1分58秒704 這是不知道誰的一個紀錄 好出發 我們看一下現在鮑哥在中間的一個名次 那目前第一名是新秀 那第二名是這個 鮑哥也是鮑哥的隊友 這邊人秀撞一下 哎呦 人秀掉下來 那我們看總積分來講 鮑哥目前 大概是第六名的一個水準 這邊鮑哥再加一下 因為跟前面的分數沒有差太多 那目前佔據第一名是黃色的這個載荷 不會是最有冠軍項的男人 好出發 那這邊紫色的 呃 賢修在下 喔白色的金茶圓掉了下去 掉到岩槍 哇這邊有點慘烈啊 那這邊鮑哥有機會往上追啊 那現在目前在第四 那這邊的距離的話 還非常的激烈啊 這個距離都非常危險 因為所有車擠在一起 這邊全部都腳出了超越 然後再跳這個左跳台 來到寶藏區 這邊會不會有人失誤呢 沒有 全部都躲過 鮑哥的路線也是非常快的 好這邊追的很兇 這個距離其實鮑哥要追上前二 這個難度比較高一點 除非前面有炸掉或失誤超級會 所以鮑哥這邊盡量可以第三名去做拚 那這邊 看看一二名這邊的活動會不會爆炸呢 我們看看這邊 陳兵角出超越兩邊都角出來了 那這邊跟玄秀來到這個比較窄的一個地方 喔 再角出超越 這邊再吸一個尾流 緊逼前面玄秀 好我們看一下柳昌賢也跟在後面 喔 追近了追近了 來喔 看到喔 鮑哥也來了 鮑哥也在四角內了 鮑哥也過完之後 左邊 跳完 鮑哥這邊野獸般的追擊 先過柳昌賢 這邊抱一個尾流 再甩 所以來到這邊 第二個棉花霜 角出超越 左邊在跳台 OK 中間 選擇保守再開 但是哎呀 撞了一下 但是第三名不要掉就好了 那這邊我們看看 紫色的第一名 鮑秀應該是穩穩的 你可以拿下這十分 恭喜他 那第二名是陳兵 第三名是我們鮑哥 哇 鮑哥有點可惜 我覺得他中間那一段 似乎想進攻 但是對方的路線手死了 所以他果斷放掉那個速度 然後守住他第三名次 接下來第六張 哇 來到了章魚啊 深海章魚 這個也是鮑哥很MAN的那張圖王 仁修是紅色 好 出發 我們看他目前第一名的分數是黑色的陳兵 第二名是載賀 那鮑哥的分數十六分 哦 已經來到第五名了 慢慢追上來了 仁修把他掉了到後面的分數 是十五比鮑哥少一分 好 這邊撞了一下 欸 這邊小心 哦 有一個翻來翻去的綠色那個 差點就死掉 那這邊是救了回來 看他鮑哥在第五 黃色的是這個 載賀目前在第一 人就來第二 好 角數的超越 飛出來 哇 那這個第一名這個路 路線拉開了一段距離 那這邊是非常補的 看一下這邊 這邊飛出來 沒問題 這邊落地非常標準 角數超越 繼續追 那看他鮑哥在第五 看他鮑哥視角很近哦 這邊鮑哥放下點樹 開出自己的氮氣 沒問題 這個捷徑過得OK 好 我們看到這個前面 哇 這個黃色非常快 這個第一估計 他沒輸出 這個橘色危險 角數超越 還是踩不到綠色加速 這邊是被鮑哥通過了 先拿到第四 然後這邊 第一名應該是穩了 我們來主要是看後面 這個空面這個仁秀 對 仁秀 好 仁秀還在追 腳超越之後 來看看仁秀這邊 能不能使出鮑哥那一張 360 進終點 來 前面有沒有用 有 有啊 前面 欸 前面也成功 但是鮑哥等一下 鮑哥咧 鮑哥怎麼掉第六啊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他名次 他突然炸掉啊 哇 那這邊 第六的話 就是 一分嘛 那這邊可惜了 突然鮑哥 鮑哥突然掉下來 第一名這個兄弟 太扯了吧 1分22秒 731 又破紀錄了 宰赫 太強了 太強了 34分 再補10分 跨山野練場 2分08664 比賽開始 我們看到鮑哥在最右邊的第二位 出發 全部的選擇是等離職的這台車子啊 那這邊 大家開始 但起衝了出去 看看這右右彎 會不會有人炸掉呢 左邊 打了魂魂 哇 第一次看到八個人 完全沒事情通過啊 大家那個 非常的守規矩啊 排隊過啊 好 看到這邊 撞了一下紫色 沒有把紫色撞掉 那鮑哥的名次稍微掉了下來 小心這個捷徑 不要掉 哇 這邊白色經常掉下去 忍秀把他推開 這邊再補上來 鮑哥在第二 有機會追前面的這個 載賀 我看到鮑哥這邊要兇一點啊 因為再不兇一點 分數上回去很危險啊 現在目前鮑哥的總積分在這個 第六名左右 然後這邊鮑哥得加 第七名 第六名第七名的分數 然後這邊鮑哥是稍微被橘色這個 長險過了一下 好 再吃一個尾流 這邊拖了 非常漂亮 左邊拖 好 更內 擋了一下 直接過艙險 角出超越 擊逼這個前面的載賀 不能讓載賀拿這個第一啊 那這邊載賀 哇 這邊很漂亮 哇 鮑哥這邊要你滴走 直接想要把這個成兵載賀 直接撞下去 但是載賀這邊有意識到 趕快救了回來 不然他掉下去 估計就第八了 哇 鮑哥這邊666啊 好 我們來看到這邊 鮑哥這樣的話 這個狀況很好啊 趕快把自己的路線穩定好 應該就有機會拿地 但是這邊失誤了一下 超越太快嗎 中到左邊的腳 但是這邊載賀上來了 哇 這邊很激烈啊 來到這邊有點會翻抖的地方 接下來來到左邊 直角彎 哇 這邊好兇 哇 鮑哥一直有點危險 趕快穩定這個路線 來到這邊捷徑 看一下這邊 還沒能腳超越 當然還扣 鮑哥腳了 那這邊 哇 鮑哥被頂到外面 慘了 那這樣的話 鮑哥目前名次在第六 我看到前面的是 橘色柳昌田應該是穩的 黑色的成兵 第二應該是穩 這邊有個爆炸 鮑哥趁現在 趕快 補名次 第五名 這邊 自我收 哇 這一局鮑哥有點可惜啊 第二圈的中後半段自己的一個 控車失誤 導致這名次是往下掉了一點 這邊有點可惜了 至少還要拿第一啦 他這個後面可以至少拿第一槍 有辦法進前師啊 加油啦 我們看到鮑哥在左邊的第二位 出發 太空蜿蜒 好 這邊出發 喔 仁秀 終於拿到第一名的一個名次 然後看到鮑哥這邊氣有點少 趕快做一個雙噴 補一下彈器 現在目前戰具第五 然後仁秀後面是這個金茶園 喔 金茶園分數比鮑哥還低喔 所以他也很希望趕快拿下第一名去補分 茶園是上季的冠軍 仁秀 在做防守 很擠啊 很擠 那這邊 看到鮑哥也在前五名 這邊小心這個捷徑 喔 危險 左邊這個U1 角處超越 第三名的這個 宰赫還在扣他的超越 那是想要做什麼壞事呢 那這邊紅色跳來過去有沒有死掉 這邊單噴危險 黃色掉了下來 那這裡 看到閃電彎 鮑哥 選擇開單線 衝進去閃電彎 但是 哎呀太過去了 撞到了一下 這邊掉了名次掉了第七 那這邊鮑哥在加油了 然後看到紅色 這個 仁秀是目前很穩定 但是跟層面距離還是很接近 這邊選擇 停車 兩邊都有醫師到一個防守 兩邊都在做防守 那綠色的新秀上來 想要對前面兩個老大哥做什麼進攻 喔 這邊紅色感覺快出事 哇 兩個人都差點一下撞到 這邊綠色的硬是過到第二名 再擋了一下被推了出去 哇 好激烈來到這邊的加速器 擋了一下 緩了一下 樹沒有人掉下去 那這邊 仁秀第一名 感覺有機會 喔 全部角速超越 準備要飛這個跳台 剩下最後三個彎 飛出去 單噴 右邊那個U彎 左邊拖 哇 新秀直接拖到第一名 那陳明這邊加一個尾流 人們手做第二個 第三個單噴 噴出去 是黃色不是他 怎麼是你宰賀 哇 哇 齁齁齁 直接從第四衝到第一名 哇 這樣危險了 暴哥最後是拿第五還第六 哇48分 完蛋 暴哥現在第七名 但是前面的第四25分 等一下 還是有機會了 前面都有2425 暴哥算21 但是暴哥只要拿第一 前面第四第五那個 只要拿第七第八 他就可以拚到25分 好刺激好刺激 好 現在是中華舞動2分05的一個紀錄 所以鮑哥這場目標一定要第一了 真的沒有推路了 真的沒推路了 好 出棒 看這邊 喔 好消息 第一名的宰赫雕後面了 那看看 對 目前終結這個比賽就只有宰赫而已了 那他目前在第八 然後看到陳銘目前37分第一名 看到鮑哥第六啊 看到鮑哥的這個對手是24分這個綠的 欸沒有 1 2 3 4 4 8 3 7 3 1 沒有 25分 他有仁秀 還有弦秀 還有綠色的那一個 新秀 所以鮑哥要擠進去他先擠掉這其中一個啊 所以鮑哥這邊要加油了 因為連仁秀都有點快進不了了 因為他才25分嘛 那這邊鮑哥如果要晉級的話 勢必要連自己的隊友都打敗啊 但現在鮑哥的名字在第七有點危險 哇 這邊擠掉鮑哥好消息 趕快上去 仁秀估計是沒了 鮑哥替仁秀加油 加油 那這邊 紫色的弦秀還在前面 這是鮑哥的一個競爭者 就是這個 這個弦秀 那 這邊弦秀也得跳下去啊 但鮑哥沒機會啊 哇 鮑哥來了 鮑哥來了 這張鮑哥 我記得他有出一個紀錄片啊 所以這張地圖也是 非常的熟悉 喔 這裡 那個什麼 宰賀你可不可以跑去第七啊 這樣還可以再多打一場啊 鮑哥這裡 加油 繼續追 對 前面守得非常穩 來看到右邊這個捷徑點 鮑哥選擇外線 躲車禍 沒有人車禍 但是白色失誤 監察員這邊失誤 鮑哥趕快繳出自己超越 來到第三名 但是白色這邊很危險 想內線衝刺 鮑哥繼續拖紫色 撞開到一個他拉到內甩 再救 沒擋到宰赫 等一下 宰赫在前面 繼續拖 左邊 前面的 最後一個飛躍 到底是誰 鮑哥 哇 鮑哥第六 然後紫色選秀拿第二 那 比賽結束了 這邊鮑哥是最後拿第六一分 喔 這邊還破紀錄喔 哇 前面都破紀錄欸 幾乎所有都破紀錄了 連鮑哥都破紀錄了 第一名55分 載賀第二名 四七第三三五 鮑哥是第七名 可惜啦 這邊是可惜了 那鮑秀應該是晉級了 32分 哇 這個真的太刺激啦 這樣比賽 但是鮑哥還沒有輸啦 鮑哥會去這個敗部組的比賽啊 那這邊 可惜了鮑哥 最後是沒上到這個 前四名啦 這邊稍微可惜了一點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這個韓國這個比賽果然是多高的強度 剛剛可以看到 連鮑哥前面六名所有選手都破紀錄 這個強度之高啊 這個真的是太精彩了 敗部組啊 不用怕 還有敗部組